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这个分享的频道 这个案件就是换这个台面石 顺便换下方的柜桶和柜框 为什么要换呢? 因为这个台面石都用了差不多20年 其实都看到它是有明显的裂纹 加上屋主用的时候发觉有些流水在下面的柜桶 所以迫不得已真的要迫着去换 整个连刷连装的工程都是用了三天 如果大家想知道是怎么换的 记得看到片尾了 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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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一开始我们没拆过造台石之前 我们就要上单位去量斥 然后就顺便拿那些石英石的样板 给客户去选 然后就量台底下的柜桶和柜桶 然后就可以开始出图 然后确认大家知道是怎么做之后 就开始去订造台面石和下面的柜桶 另外由于屋主 长期基本上每一天都会在家煮饭 所以我们就尽量去缩短 那个订造石和订造木门那些 旗 然后就将个 换台面石的工程旗 就尽量缩短 尽量想将整个换台面工程的影响 减到最小 好快那些台面石和木门就已经到了 由于这一宗工程就是特事特办 价格处理 所以用了的时间 大概就用了七个工作天 就可以做了所有东西过来 当所有时间夹好之后 正式开工进行我们第一天的工作 第一天的工作就是拆了所有的台面 和拆了下面的木门 好了 我们就很快就拆了所有木门 拆了出来的情况就是现在看到这个情况 它本身就是石屎台 拆了出来就有点盐铲 于是我们就拿一些泥沙去補 去填平表面 以今次的案例来算 它本身就是石屎台 相对来说 扎一扎都可以用得回 如果以它流水的情况来算 但是如果它是木柜 我相信这个木柜 都会发霜 又或者发胀都未定 转眼间 第二天我们就把那些台面石 和下面那些木柜门 都安装上去 由于它本身的水龙头 就有点滴水 所以我都建议它 换过新的水龙头 接着 不锈钢的洗手盘 基本上都 保持得挺好 所以我都建议它保留 可以用回旧有的 另外那些 柜门 和那些柜桶 基本上 都是跟回旧有的 间隔来做的 本身它用开都觉得 这个间隔都 挺顺受的 所以呢 也都跟回旧有的 这样做法 这次呢 这次呢 我就跟它配了这个意大利的龙头 这个龙头呢 是冷热水的 我顺便又跟它配那些 曲尺制呀 那些网猴呀 那些全部一次个 配了给它了 至于呢 这些龙头呢 在旺角外面 周围都可以配的 那当然啦 价钱呢 又便宜又贵的 便宜的可能 一千几百元都有 贵的可能 三四千元也都有 那我今次跟它配这个意大利的水龙头呢 大概中价少少 千几百元就能够了 那如果你说配那些网猴呀 曲尺制呀 那些配件呢 那大概呢 2000元 都可以下楼的了 那大家现在看到我了 有贵有份 那其实我就帮它 收紧个水龙头 那顺便换那些 曲尺制呀 接着那些网猴呀 去水喉呀 这样的 那一会呢 就跟它 收了个泪水器啦 接着呢 又接着那些煮食炉 收了少少少手尾呢 清洁了 就可以交回场给屋主的 我里面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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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